哈囉大家我是果阿肉 歡迎來到絕地宣戀營 今天要來介紹絕地求生M全新地圖卡拉金 卡拉金這張地圖有著沙漠地圖的樣貌 但卻有著像是利維科之類2x2地圖的刺激性 並且卡拉金這次也在經典模式中加入 兩種全新武器的加持也更讓卡拉金這個戰場 增添了更多趣味與可玩性 想要試試可以穿透的牆壁與火箭筒嗎? 一樣話不多說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首先進入卡拉金之前 我們要先來了解卡拉金的機制 卡拉金是一張2x2的小地圖 在這類小地圖中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刺激性與趣味性 64個求生者的加入 讓這張地圖的物資點位都非常享受 從這張地圖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大城區都圍繞在地圖的外圍區域 中間的小房區與野區也是兵家必尊之地 畢竟人口密度那麼高的一張地圖 任何區域都能隨時遇見敵人的存在 所以各位求生者在跳搶時 可以多多在空中觀察敵人的挑點 如果你明顯挑的比敵而慢 或是一個重點找不到武器的情況 卻必須及時判斷是否轉點與改飛其他區域 卡拉金的房區中存在著非常多新加入的物件 像是可以穿牆的牆壁 這個物件是你在遊玩卡拉金之前必須要知道的一個資訊 因為它的樣子其實非常好認出來 明顯與一般的強度有所區別 但如果你是不知道這個資訊的求生者 很有可能會因為無知而被敵人摔成一個頭破血流 從而損失自己贏得比賽的機會 再來就是紅磚牆 這類紅磚牆可以透過這次新加入的道具 黏性炸彈與火箭筒來去打破 這兩樣的物件在卡拉金都是必須被認出來的 否則在卡拉金只能被當成待宰羔羊爽 剛剛提到過的新增道具 據上面所說的黏性炸彈與火箭筒 黏性炸彈是可以黏在牆壁上的 但在上面也提到過黏性炸彈是可以炸破紅磚牆的 火箭筒在卡拉金中是非常強悍的武器 可以破壞紅磚牆甚至可在範圍內的一定區域 一次炸到多名敵人 我覺得求生者們可以想像成一種瞄準型的手雷 瞄準到特定區域開火 那一炸是死一堆人啊 最後是黑圈機制 如果你認為你掌握上述的資訊 你就能成功提高獲勝的機率 那你可就錯了 卡拉金黑圈機制基本上是上帝的無敵模式 上面提到過黏性炸彈與火箭筒 是無法摧毀天故的牆壁的 但黑圈機制帶來的炸彈與轟炸 甚至可以摧毀掉一整個城區 所以如果你以為你能夠躲在城區中 勾取分數 那你就錯了 這次的卡拉金加入了非常多 在一般經典模式中不常見的武器 新道具的加入 新物件的產生 與全新的黑圈機制 功能讓你在卡拉金中找到非常多的樂趣 那麼就希望各位選生者們 可以多多利用這個影片的資訊 展開你在卡拉金愉快的體驗吧